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李技嘉DIY 我在Costco买了一台健身的自行车 因为最近天气凉了 外出的减少了 除以要增加运动的话 健身房现在也不开 就买了这么一个健身的自行车 这是在Costco买的 现在我们就开箱了 这边还有物品 给它两个扳子 一步就死了 四个螺丝 这两个脚装子 这个应该是座椅的支撑杆 我想这个是 就完了 哇 这边还得沉 这样里面去了 前后的距离 放到一个中心的位置 中间的位置 感觉这个合入了就可以了 把它撑起去 我看我们对值前面的 保持一条直线 两边都有螺丝啊 这边有这么多的 一二三四五个孔 调整不同的高度 放到一个高度就可以了 先把它锁紧 对角线紧了 最后装一下这个 应该是手机支架吧 优性环把它锁在这个 把手的中心的位置 两个螺专给它固定住 这个角度是可以调整的 这是个手机的支架 我们就它这个就是 后面一个槽把它插里就好了 手机走起来 怎么转一下 用刀散一下 好 装完以后呢 发现这个不转 我就奇怪呢 怎么是不是拿里面还有开关锁住了 一直就找不到 最后我就看了一下说明书才知道 在这里面有一个定位 这个是把这个轮子锁死了 它等于是在发货运输的过程中 避免它这种轮子转动 把它这个送掉就好了 所以说你要在安装之前 要看个说明书 这样的话清除每一个步骤 你看它给的这个工具也是 这一个六角扳手 这边是六角 这边是一个十字的改锤头 用它呢就可以拧到这个东西 把它松下来 拆掉以后 这些东西就可以抓了 把它拧松了 就可以拿下来了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东西 把它就没有用了 把它就把这个锁紧 看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就可以转动它了 放入冰箱